您會不會擔心 藍白之間的棄保到最後 選戰最後的時候 會出現 當然有人形容叫韓國的安哲休消英 那會不會出現 因為他們是實質上 做那樣的一個合作 那會不會在選戰後期的時候 發生所謂的真正的棄保 哪一邊出現了像類似 有人形容說 像有一年王建軒在選舉的過程 就撿垃圾或什麼類似這些 你會不會擔心到最後選戰的時候 打到極致的時候 會出現這狀況 棄保是一定會出現 就棄保到什麼樣的程度 要看當時選戰的情況 不過我們一直都是做好 一對一的準備 所以我們是面對各種嚴峻的情勢 所以即便是有發生棄保 那我們已經做好準備 我特別跟謝律師 跟還有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設定一對一 可以從我參選的各種競選活動 可以看得出來 不管是說我剛剛講到 我瘦了 聲音沙啞了 形成那麼多 我現在跑全臺灣二十個城市 其實已經跑了好幾遍 像我們四月份開始 信臺臺灣自由會就跑過一遍 百公百業後援會又排過一輪 然後各縣市競選總部成立 又跑了第三輪 現在我們在跑第四輪 就是各立委競選總部成立 各立委的浮選工作 在跑第四輪 第五輪 然後我為了準備這場大選 扛起臺灣的責任 我從兩年多前就請就請正義軍政部長幫忙 我們跟三個基金會智庫合作 找了兩百多個專家學者 也很慎重的提出的國家希望工程 希望打造民主和平的臺灣 創新繁榮的臺灣 以及公益永續的臺灣 因為我一直認為 因為選舉就是一個民主嘉年華 透過這個嘉年華 我們提出我們的主張 爭取認同 也凌記臺灣社會的共識 讓國家可以繼續往前走 所以所以我剛剛提到了 提出主張國家希望工程 然後爭取認同走了四輪 走了四輪 然後希望能夠凌聚國家的共識 就是我們也提出了民主大聯盟 因為我知道說這次的重責大任 單靠民進黨 恐怕沒有辦法單獨負起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推出民主大聯盟 不管是區域選舉 或者是不分區的選舉 我們都跨黨派 跨世代 還有跨領域 希望好的人才能夠加入國家建設的行列 扛起下一個階段臺灣的責任 所以其實我們是有做了完整的規劃 OK 賴夫剛提到 你知道聽到民主大聯盟會不會內疚 你不會內疚 你不會內疚 我盡力散發我的餘溫 可是可是你知道人生就是非常微妙 賴夫剛講九六年 他也非常微妙 然後那年決定投入政壇 九六年他還微妙 那一年我開始主持政論節目 也是那年開始 九六年我不知道 東豪九六年這個嘛 跑新聞 跑新聞 那個跑新聞 義夫應該也是 跑新聞 跑新聞嘛 林鳳應該那時候都還在線上 在跑新聞 國小剛畢業 對 我們還年紀就跑新聞了 對對對 民鳳十幾歲就開始跑新聞嘛 對對對 大家原來都是那個時候 你看因緣際會 對 我現在還在主持政論節目 那賴夫從那年開始 歷經了包括國代 包括立委 然後包括市長 然後行政院長 包括一直現在副總統 然後參選總統 賴夫剛提到九六飛彈危機 對 既然講到飛亂 就知道老共對我們要選舉超不爽 這個大家都知道 反正我們做什麼他都會不爽 對 那在這個問題上面 一直以來是對手陣營 一直不斷攻擊您的這部分 包括您的台獨 您的什麼什麼 然後包括戰爭與和平 很早以前包括蠻久前總統 他們就講說 他們定調的主軸 就是戰爭與和平 那這一段 包括您自己在過程當中 在行政院長任內 講過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或是前一陣子說 如果台灣的總統 能夠進行白宮的話 類似這些話 一直被形塑成 你就是可能會是迎戰的人 尤其你的對手洪友宜 最近一直不斷的提 如果您當選會迎戰 在這部分 你要怎麼樣告訴所有的選民 如果賴清德當選 台灣一定還是長治久安 台灣會繼續繁榮興盛 而不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二零二七 包括二零三五 所有這些時間的壓力 你要怎麼樣告訴所有的選民 選你不會有戰爭 是中國要併吞台灣 這個是長久以來的事情 就是八二三砲戰的時候 是民國四十七年 民進黨還沒成立 我也還沒出身 所以當時國共內戰的元席 就是中國共產黨 一定要打敗國民黨 也因此要拿下台灣 所以然後即便是到目前為止 破壞兩岸現狀的國際社會 也一致認定是中國 那換句話說 就是說台灣沒有一個政黨 或沒有一個人是引戰者 如果說在野黨或是任何一個人 把台灣決心守護我們的民主憲政體制 當成是對中國的挑戰 當成是引戰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那也對不起台灣社會 這一次的中國介入台灣的選舉 我相信跟往常都一樣 只不過這一次是更加的激烈 激烈到拜登總統 不得不在見習近平的時候 親自提醒他 不要介入台灣的總統大選 要尊重台灣人民的意志 那中國介入台灣的大選有很多啦 有很多方式 就是武力威嚇嘛 然後定位這一場選舉是民主跟這個和平跟戰爭的選擇 我們企圖是用戰爭威嚇台灣人民 想要影響台灣人民 選舉的意志 從而能夠建立一個親中的政權嘛 那我們很可惜就是說 在野黨跟著中國的大外宣一起起舞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對民主社會是有傷害的 原因是說如果今天我們台灣人民 在每一次投票的時候 接受中國的指指點點 中國要誰那就支持誰 中國不要誰就不要支持誰 那台灣的民主精神就當然無存 那也晚會 我們從好不容易 那麼多人犧牲奉獻 才有專制的黑暗時代走到今天文明的時光 所以我們要珍惜民主啦 根據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 賴清德好就支持賴清德 如果賴清德不那麼理想 有別人比賴清德好 那就支持別人 根據自己的意志 千萬不要因為外來武力的干預 或是認知作戰的影響 來影響我們的最後最後的決定 那我認為在幾組的候選人裡面 如果當選總統兩岸戰爭的機率是最小的 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中國要併吞台灣 這個其來有之 這個是他們的國家政策 不會因為說民進黨或賴清德 或任何一個人的某種主張 他才有 我剛剛已經就歷史的背景來說明 也不會因為在野黨任何一項主張 就阻止了或是改變了中國的意圖 不會 那今天我們看得出來就是說 就和平這個方向而言 大家都要 和平無價 戰爭沒有贏家 台灣人民熱愛和平 台灣人民也與人為善的社會 可是中國民黨或是民眾黨 想要謀求和平之道 我是覺得是原木求魚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他接受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原則 九二共識是習近平在去年二十大 重新再講得更清楚 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一國兩制 那你如果在國家的定位上 接受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如果哪一天中國翻臉 連國際社會都沒有辦法幫助台灣 嗯哼